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者的鱼,木鱼啊,小铃铛 嘿,小伙伴们你好,我是小铃铛 哈喽,欢迎收看我们最新奇的《选龙高手》第五届 嗯,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甚至吗,会不会是三次视频的 剧情啊,三次视频,咱们是制作了那个龙骨剑 还有那个什么龙骨长弓 有了他们俩的帮助,咱们就拥有了 屠龙的,屠龙的能力 屠,屠,屠龙的能力 真的是跟你在一起了,我说话都跟你一样一样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哈哈哈哈 哈喽,那个,在咱们这期视频,呃,开始之前 嗯,开启小伙伴们观看视频,要记得四连,谢谢 那么咱们这期的目标呢,就是那个,嗯 我就知道 咱们一旦做出这两个东西,那个,呃,有了屠龙的能力 他们就吹咱们屠龙 那就 走吧 刚好我现在有经验,看一下这把弓的话 我能不能给他付个力量的效果 应该是可以付的 诶,可以付到力量五诶 我的猪呢 我就还剩下六几了 我得,我得再去,再去拆点胡萝卜吃 胡萝卜吃 哥哥,你把胡萝卜留着给我的猪吃呗 我怎么感觉你想,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骂我 没有啊,你就是我的猪呀 给我鬼 诶 诶 诶 猪呢 等一下我分解,分解一些那个金克拉 把我的萝卜给它吹吹 萝卜在这个,在这个耕地 诶不对,是在这边的耕地 把我给打了已经 吹吹,吹吹我的胡萝卜 诶,猪在这边 诶,猪在这边 你,我还以为你说猪在这边 你会顺着我,顺着我这个方向走呢 是,我本来是有这种打算的 但是看看算了,你在忙你自个儿的事 你这点小心,是我还猜不透 诶,我的刷层怎么断了一个 好啦,都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接下来就去找一条龙吧 看像哪条龙好欺负啊 咱们之前受欺负的龙在哪呢 不是一直被他欺负吗 好像是在沙漠,沙漠附近我记得 诶,对,就是这里 我在,我一直觊觊他旁边的那个什么 呃,龙的 诶,这个龙呢 河谷 还在这里 快快快快,狗当 狗当 来啊 我在牵我的猪呢 咱们开始屠龙了 战斗的事情 交给男人来 对,我一个小女小姑娘这家的 还是抓猪吧 诶,气不气气不气 哇,他卡飞那个先掌那里了 帮帮拿 刚好我可以持续输出 来啊! 來打我呀!來打我呀! 这是跟绿色真的是有一种那个什么 这条龙它是墨绿色 它是脆绿色的 绿油油的那种 好 我先把 把这个龙骨给它收了 OK 咱们再去图下一条龙 看一下它这里有什么宝藏 我之前 它这边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 好像我没那个 没有机会看 现在可以 现在有机会了 骨头 黑药石 这边呢 橙书 那个什么铁 铁裤衩子就不要了 这个金堆 金堆可以撸掉它的 撸掉它可以那个 获得精力 精力咱们可以合成精力 我的猪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我觉得我还得 还得找 找一条那个什么翠绿的龙 是吧 哥哥 看着这边的这 哎呀 哎哎哎哎他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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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发生了什么 这个是黑色的 你再过来 你再过来 我也还手了 我告诉你 想咬我 哼 想咬我 风景 你太难了 我跟你拉远距离 你居然还跑过来 臭不要脸是吗 我在这呢 来啊 这个龙好凶 你就别去惹他呀 你干嘛老是去惹他呢 被烤了个酥脆吧 这龙太凶了 找下一条 他不是软式子 这里这条龙呢 看这边 这边是那个什么吹绿色的吗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好像是那个什么 哎 这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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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看啥看 打的就是你 看啥看 没见过这么帅的鱼啊 看见 我射死你 射死你 射不死你 好凶哦 哼 人善被人吸 不懂吗 你善被人 你想说啥 没什么没什么 我没想说 你想说啥 我什么都没有想说 什么颜色的 我颜刺 颜刺 等一下 我先把把这些金堆给他 给他收了 毫无压力好发 我对 咱们咱们可以作为本书了 作为本那个什么 冰火之歌的那个什么预言书 可以了解一下这些 那个什么 生物啊 怪物啊 的一些能力啊 技能啊 什么的 好的 加油哥哥 你不要全程打加油 好吗 我真的做 做这个呢 你自己过来看看 你不是要养一养龙吗 我再给你做这个呢 身为一个男人 你居然这么怂 我什么时候变成男的了 我咋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又变成男的了 你在我眼中一直都是男的呀 我从小到大都是把你当成男的看呀 所以你又叫我弟弟吧 好 弟弟 当地 好的 木鱼姐姐 当地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这手稿都要拿走 哎 这个农学里面的那个 箱子挺多的 这个家伙喜欢收藏这些东西吗 经地全都 可以一键录框吗 录不了 拜托你过来帮忙 帮忙挖挖这个金队也好呀 哎呦喂 哥哥我们又没有转换猪 可以做金屁股呀 合成金钉之后做什么金屁股呀 你真的是对我太依赖了 金苹果呀 什么叫我对你太依赖 我看你不做事我就 我就想打你 我再做事 我都在说了 打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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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 你做的事我看到了吗 你做的事我看到了吗 好像也是啊 你的意思是我做事 你看到了才能算是在做事 肯定啊 过分 什么叫过分 就好比如说那个 你是一个 一个 一个公司的员工 你 老板没看到你在做事 你说你做事 你觉得老板会发你工作吗 那我也是在做事呀 那 你除非按个监控 否则的话 我就有理说不清了 我是变菜啊 我按监控 每时每刻都看着你啊 对 然后扣个屁股 你都能发现 哈哈哈哈哈哈 这 这是狗当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他是 这是他自己抱出来的 等一下 那个 那个东西 呃 我看一下 好像是叫龙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的那本书 先把它做出来吧 不要打扰我做事 哈 哥哥 音语 语言 语 那语之呢 那本书哪去了 算了还是这件翻出来吧 我告诉你 咱们整合包里面 有新方块模组 哦 没什么兴趣 没兴趣 新方块 你没兴趣 我现在没有什么兴趣 我现在对养猪养牛 养鸡养鸭 很有兴趣 那你以后不要跟我录视频了 回农村吧 不是 我说的是在游戏里面 养猪养鸭养牛 你不要跟我讲 在农村里面养猪 你回家 你回家可以养你自己 你先把你自己给养活就 就行了 那不行 那不行 我 亿兽 亿兽手机 这个叫做 亿兽手机 三个手稿 手稿 好 还需要一个东西 给他那个解锁 解锁他的那个 解锁他的那个知识 知识 需要一个什么架子 你觉得我想跟你说话吗 你觉得我想理你吗 我没 你没发现我在自言自语吗 诶 那个东西呢 那 那这个不用解锁的 现在只只有一页呀 只有介绍呀 介绍这些那个什么 把书摆在地上 打开操作界面 用龙子预言放在左侧 中间放好 把书桌 哦 做一个书桌 没有你啊 对这个东西 一本书加上两个木板 好的呢 请 找不到的东西就不要 你就是这种德行 找不到的东西 做不出来的东西 直接算了 哥哥你能了解我了 我打预言 打成了那个 预言故事的预言 好 手稿 这边有那个什么 一些知识可以解锁 先把这个解锁了 熏龙树 取材材料 龙血 看一下我记得 我记得我箱子里面 还有很多的手稿 你把你之前获得的一些手稿 都给我呀 手稿 我去 我家里面看一下 哎 这个金布亡灵 就是这是更新 更新的那个什么 哎 我没有手稿 哎 哥哥 小精灵 舍发女药需要 龙蛆锻缓造 没有手稿吗 龙蛆锻缓造的话 咱们可以 龙蛆锻缓造的话 咱们可以缓造一些 那个什么 通过龙血 来缓造出来一些武器 装备啊 包括那个什么龙的铠甲 也可以缓造 手稿 哥哥这个里面感觉龙蛆好难找哦 好了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那个 嗯 做套装备吧 用这个 用这个那个龙 龙的鳞 鳞片 这是咱 这是我屠龙的象征 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 我觉得 对 这个头盔 我觉得我还要留着的 加百分百的攻击伤害 算了 还是先带着头盔吧 嗯 这才是一个屠龙 勇士 好吧 狗当时没有份的 你只有看着 自己想办法去 兔兔自己想办法去兔一只楼 呀 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觉得屠龙可能不太适合我哥哥 看上啊 冲击效果 给他来一个 哇 冲击效果需要这么多经验 只能冲击一冲击二冲击二 需要更多的那个 不行不行 冲击效果不行 那耐久呢 耐久也不行 好了 我又过去了 你过哪去了 打龙啊 你不认为屠龙啊 好好好你你你你打 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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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看着我看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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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刀你相信你是最棒棒的 打死你打死你 我被蜘蛛打死了 我屠龙我被蜘蛛打死了 哎呀这个臭 臭蜘蛛还没射到他 哎呀小白 小白你给我绣走位是吧 诶 奇怪 谁在后面手啊 这样子手 哎呀 打死你打死你 还想跑 喝 加油 我相信我可以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狗刀 打死你打死你 A妈呀A妈呀 打死你 加油加油加油 你要相信你是最棒胖的 哥哥你是不是在偷箱子啊 我没有啊 我是那种人吗 是 我是那种鱼吗 是 你是不是又被咬死了 我卡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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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nice 被他咬到土里了去吧 呃 我不想说话 你哥哥你哪去了 我在旁边打 他跑那么远了 我在旁边打小怪呀 你能跑那么远了 你干什么啊 你在旁边看着我啊 你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想什么 我不知道吗 你想把那条龙引过来 让他打我一下 我就还手 我就会帮你打了是吧 不是 我说了我卡土里去了 我不TP你 我TP谁 我好像射到个傻子 诶我快把他打死了 哥哥我可以的 我相信我可以的 他卡树上了卡树上了 快快快快快 诶还擦我吐口水 给我卡土里了 他为什么擦你吐口水 好多小小僵尸啊 他死了他死了 哥哥他死了 他死了 还不是我刚刚射了五六件 要不然 这跟你有啥关系 要不然你 我已经打着给他残血了 视频作证好吧 等着请视频发出去 你看一下我是 我是不是对着那条龙射了几件 但是我已经给他打着残血了好吗 那是我射的残血好吧 我不想和你说话 再见 你不要跟我一起打一条龙 小小伙伴作证好吧 还不是心疼你帮你打 你这人真的是 好心当做驴肝肺 以后以后我不会把你打了 谢谢哥哥 你真的是太伤我心了 快点快点哥哥 这里有那个龙心 我不要你自己拿 我嫌弃 好吧那我吃了 不能吃啊 等等 为什么不能吃啊 以前不是能吃吗 以前你是僵尸爸爸 现在我可不怕你 来 喝 射灵赛斯9点血啊 你皮有这么多厚的吗 哎我走 奇皮 要不是你蹦起来打我呀 我紫色的 能力屏 看啥看 还歪这个头看我 所以新的能力屠腾 哥哥 我可以打 你要不要我给你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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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我要 你不要去我呀 等一下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打僵尸儿咋 你们不要去打我了 我跟你讲 我可是生气了 我 我记得这个家伙好像是会 哎呀对不起你安全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记得这个家伙好像是会 复活的 皮这么厚 你死不死 好我来了 你这里还有箱子把手稿拿了 手稿手稿手稿 这个这个 击退击退二的那个附魔术也拿着呀 我觉得我还是还是得戴着这个头盔 叫我攻击伤害的 那龙头不能戴耶 好了回去啦 去吧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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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可 好了咱们这这期差不多该结束了 就先结束了吧 好的 好了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最喜欢的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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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